民眾總統當選人拜登即將上任 為了確保交接程序可以順利 不讓先前的國會暴亂重演 所以華府在日前是宣布緊急狀態 並出動了最多兩萬名的國民兵 來為安 華盛頓特區市長 也呼籲全美各地民眾不要來訪 除此之外 情報單位也警告 美國今年有可能會發生 本土極端分子的攻擊事件 美國國民兵部隊成員 輪流躺在國會大廈稍作休息 上週國會才發生川粉闖入暴亂事件 造成五人死亡 加上目前國會開始就川普彈劾案 舉行聽證會 國會大廈的違安工作 容不下再次出現閃失 在華府的另一頭就連副總統潘斯位在美國海軍天文臺的官邸也被架起臨時柵欄加強為安 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即將在二十號宣示就職倒數不到一個星期 為確保交接程序順利進行 白宮十一號宣布華府進入緊急狀態 一路延續到二十四號 並出動一萬五千名國民兵最多可能達兩萬名進駐華府 特區市長包瑟十三號在記者會上表示 為了避免再度發生流血衝突 請美國民眾不要前往華府特區參加就職相關活動 CNN聲稱取得聯邦情報單位的簡報 內容指出上週的國會暴動很可能會激發來自國內極端主義分子 在二零二一年的接下來持續發動攻擊事件 此外CNN還引用匿名消息 稱聯邦調查局FBI掌握資料顯示 十七號華府和全美各州州議會 將出現抗議人士發起和平武裝集會 表達對大選結果的不滿 而FBI正在找出其中可能造成威脅的極端分子 不過FBI並沒有證實這項消息 公視新聞林孝茹編譯